第1941章 小红手面临的考验 系统 恭喜荣耀之都 在西山白的带领下 完成了风暴要塞的手杀 冰冷的世界通告 一下子就冻结了大家火热的心 前一秒的时候 大家还在讨论手杀会出什么呢 怎么下一秒手杀就被别人拿走了 我 微晕但愿猛地站了起来 他第一时间就用目光搜索到了陆梨 此时的陆梨症和水精灵坐在一起 两人手牵着手 陆梨歪着头和水精灵说些什么 引得水精灵笑得直不起腰 整个人都要靠在陆梨身上了 陆梨 手杀被人拿走了 你还在那里 谈情说爱 魏蓝海峰 把自己的斧头和盾牌丢在了地方 发出咣当一声响 哦 知道了 陆梨看了他一眼 似乎很惊讶 他为什么大惊小怪 老大 手杀没了 被荣耀 支度拿走了 微晕但愿 此时感觉有些浑身无力 他觉得自己这边进度已经很快了 只需要再来两三次 就差不多能够拿下手杀 我看到了呀 你们休息好了吗 休息好了就继续吧 陆梨神色如常 手杀 手杀呀 魏蓝海峰大声叫道 咱们又是打要赛 又是打比赛 根本没那么多人手高强度开荒 被人抢了手杀 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陆梨不以为意地说道 手杀被拿了难倒 就放弃不打了吗 可是 微晕但愿还是觉得很惭愧 大家虽然不说什么 但是他总觉得都在埋怨自己 这有什么可视的 就算是让我指挥 我也没把握 一定拿手杀 快点解决掉这个boss吧 别让我失望 陆梨说道 呜呜呜老大 真是太好了 微晕但愿感动得一塌糊涂 开荒还在继续 可能是由于情绪过于激动 又是两次团面 到了第三次的时候 裁决之剑 才终于把凯尔萨斯王子 斩落刀下 这一次 就没有手杀播报了 什么装备 什么技能点 什么强化技能书 大家的一切期待 都成了泡影 摸装备吧 梦梦 陆梨催促道 没拿到手杀 说不遗憾那是骗人的 但是陆梨必须表现出 不在意的样子 微晕但愿 已经够内疚的了 埋怨他也于事无补 作为一个领导 什么时候该批评 什么时候该宽容 什么时候该鼓励 这些都是他 最近在研究的学问 陆梨的私人导师 水精灵的外公范老先生 给他灌输了 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残梦脆生生地 硬了一声 跑去摸装备了 他其实更不在乎 手杀不手杀 以前手杀的时候 摸出来好东西 这才有挑战性嘛 三块宝石 数量上绝对是可以了 即便是手杀 估计也最多四款 只可惜 质量有些差强人意 都属于可以用 不至于没人需求 但是又达不到 让人出分抢夺的地步 强化十一堆 然后就是两本技能书 没有强化技能 终究是一个遗憾 虽然两本技能书都还可以 然后是装备 严阴护腿 锁甲法系 按金装备 这个 甚至直接就流拍了 因为队伍里 没有治疗萨满 或者元素萨满 只是由于即将开通双天赋 洛英回忆这个增强萨 就成了被强插的对象 陆里只扣了他五分 所以苏莱士很少需要加分 拿装备的洛英回忆 也不怎么在意 萨拉斯荒野披风 按金装备 敏捷物理系的东西 在没人要的情况下 陆里插给了自己 同样扣掉五分 连续两件按金 让残梦的小手有点抖 不过 他还是鼓励自己 这是正常的出装情况 第三件节点钥匙 终于出了一个传奇 法系的东西 主家暴击 额外增加了很多体制 算是比较偏向于 PVP的法杖 这个时候 才终于有了开荒团 一起标分拿装备的样子 第四件 希望还能出个 好东西吧 系统小红手 也开始需要祈祷了 战败卫士的胸甲 战木德的T5套装部件 小红手别别嘴 差点就哭了 按照一般的套路 散剑传奇出完了 就出套装 才出了一件散剑传奇 怎么就直接出套装了 好东西啊 战士牧师最缺这个了 陆离很有眼色的安慰到 错过一个手杀 确确实实 要损失不少装备 如果是手杀的话 很可能会掉落两个散剑 还有两个套装 这都不算什么 25个人 都拿得到手杀奖励 就算只有三分之一 获得装备 那也是八件装备 就算八件装备里 一半是传奇 那也至少能多出四件传奇 战士牧师厮杀了一番 三月宇拿到了装备 主要是大家都让着他 漂亮妹子 赛首 主力牧师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块 没几个人能厚着脸皮 和他一个劲的镖 而且人家有哥哥呢 得罪了三月宇 也就等于得罪花底离情 他和蔚蓝海峰差不多 都是最早追随陆离的一批人 还有一件 又摸出来一件套装 残梦终于开心起来 不可能再摸出更多了 但是三件比起四件 也就差一个散件传奇罢了 飞手杀能摸出这么多东西 已经足以证明 他的小红手是何等的那天 这个新的套装部件 是圣骑士 盗贼 萨满祭司 专属 这个竞争也蛮大的 就算洛英 回忆宣布退出竞争 这里也有好几个人有需求呢 最终 陆离座主给了水精灵 自家媳妇嘛 关键是 如果轮到他上场比赛 完全可以借过来穿的呀 还有东西 残梦说 任务物品吧 陆离记得 这个boss至少 会掉落两个任务物品 一个叫凯尔萨斯的水瓶 残余 一个叫翠绿的魔珠 而且还有水精灵的飞行任务 也从这里失去 不是 当当当 系统 恭喜裁决之剑工会的残梦玩家 拾取奥的灰烬 奥的灰烬 什么鬼 难 倒是坐骑 这名字实在表达不清楚 它是什么东西 只有少部分比较敏感的人 联想到了风暴要塞的 第一个boss那只火凤凰 哦 这才有了近乎真实的猜测 第1942章 比翼双飞 不就是出了一个坐骑吗 还系统公告 太劳势动众了吧 哇 310的速度 嗯 比我的坐骑快了30呢 残梦掰着手指竖了一下 发现自己280 速度的坐骑 真是low ball了 当前版本 不 或者说 很可能包括以后的几个版本 这都是速度最快的坐骑 也难怪会系统公告 梦梦好样的 大家一起点赞 明明不是手杀 却做到了手杀都办不到的事情 大家可没看到荣耀之都那边有提示 拾取凤凰坐骑 梦梦 这个坐骑你 直接拿吧 咱们约定好的 陆里很早就 我认过 残梦 只要是宠物相关的 他都可以直接拿走 以此作为对小红手的报答 啊 还是不要了吧 大家一起 low点好了 残梦这还是第一次摸出来 系统公告的东西 他明白这东西的价值 知道自己不能就这么拿了 low点 无疑是最合适的办法 这坐骑任何人都可以拿 DTP拍也不合适 估计最后会是 DTP最多的那几个人 拿 陆里也不希望开荒团的重要位置 为了拿个坐骑 把自己的DTP清空了 陆里第一个 low点 宣告了这个凤凰坐骑的争夺战 正式开始 13 只有13点 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 因为天主圣子耶稣 有12个使徒 最后一个叫犹大 为了30元钱出卖了耶稣 致使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残酷地受刑死亡 哈哈 这个点数 如果能拿到坐骑 我就直播剁掉 蔚蓝海风幸灾乐祸 而且用上了对 男人来说 无比恶毒的赌注 我也剁 您由诗人李大狗说道 加一 肥猴子跟进 陆里 真不希望自己能够拿到坐骑 不然裁决之剑 就要变成太监俱乐部了 幸好 后面的一个比一个高 居然有三个人 roll到了100 我觉得我们你 应该重新 roll点 三个100的属于无效 roll点 只roll到了60多点的肥猴子 提一说道 来 咱们三个roll 猫猫爱吃肉 不理他 三个roll到了100的 猫猫爱吃肉 木秋 残废的黑蚂蚁 他们三个自顾自地再次roll点 陆里无话可说 他其实也想大家都重新roll 但是作为俱乐部大佬 他还是要脸的 最终是木秋roll出了一个89的成绩 赢得了曙光 这款游戏里第一只凤凰 召唤出来之后 果然是这个副本 第一个Boss Out的外形 人坐在上面的时候 也非常的契合 用木秋的话说 整个人都暖洋洋的 自带高空保温效果 该拿任务物品的 自己拿任务物品 水精灵也拿到了 他自己的任务物品 前置任务早就做完 就剩下凯尔萨斯王子调的 任务物品 拾取到了学习之后 就能变身成凤凰 然后就有人眼尖地发现 水精灵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 鹦鹉大小的迷你版小凤凰 非常的可爱 还能发出啾啾的稚嫩叫声 陆离微微一笑 也使用了变身乌鸦的技能 这才叫情侣变身嘛 哇 好浪漫 比翼双飞 猫猫爱吃肉点赞 为什么我觉得好为何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乌鸦配凤凰 蔚蓝海风一脸的嫌弃 然后大家果然就不觉得浪漫了 一个灰不溜秋 丑不拉几的 一个火红色娇小可爱 完全不是同一种画风 嫉妒 都是嫉妒 陆离如此地安慰自己 不去关心其他人 说什么 可水精灵一起开开心心地 飞出副本玩去了 可惜 水精灵并不能一直陪着他 下午的时候 魏宇阁对战紫月洞天 这是关乎他们16强 能否晋级的一战 陆离将自己身上不错的装备 都托给水精灵了 说是逗 其实也没几件 现在赛手们基本上都是T4和T5混搭 全部都是传奇装备 陆离没有去看比赛 他对自家媳妇有自信 他去找自己的导师加罗娜 好长时间不见甚是想念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我可以效劳的 组织应该有一些任务吧 自从成了加罗娜的弟子 女招待就不给自己发布任务了 这也就意味着 陆离和阿文获得庄园之间的联系 就只剩下加罗娜这个导师 我以为你没时间来为组织效劳呢 加罗娜依旧那种懒洋洋的姿态 直接丢出了一堆卷轴 这是今天还没有让人送出去的任务 你自己挑吧 幸福来得如此 突然陆离有点猛逼 但是他更在意的是什么让导师 觉得他看不上这些任务 他现在急需一些比 其他人更屌的装备好不好 不然以现在的版本 他和肖默对上的话 那铁定被按在地上摩擦 把夜色还给我 呀 还不还 我就问你 还不还 肖默一边按住陆离 让他的脸在地上摩擦 一边口口声声的质问 想想那场景 陆离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果然都是带发布的任务 有个高层导师就是爽 但是他并没有在里面 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任务 导师 有没有那种 送强化技能书 或者传说装备的任务呀 呵呵 你飘了 我的学生 让你去杀伊丽丹 你做得到吗 加罗娜冷笑 做不到 副本里的都杀不死 真正的伊丽丹 恐怕一个指头都能碾死他 这个游戏 做得极其不平衡 实在太过于抬高 NPC的实力了 副本里的怪物 只是投影 却也要花好些天的时间 才能杀死 那非投影的话 玩家更加不够看 如果让你把马法里奥 从翡翠梦境救出来呢 加罗娜又问 导师 不带这么骂人的 陆里很无语 这种任务是人干的吗 据他所知 想把马法里奥 从翡翠梦境弄出来 就算是他媳妇泰兰德 都办不到 只有老马自己才能救自己 因为他在翡翠梦境里 拯救世界呢 还是你能找出 瓦里安失常的线索 加罗娜 大概想要彻底 打醒自己的弟子了 等等 这个可以有啊 陆里一直以为 瓦里安已经恢复正常了呢 没想到 他现在依旧是一个 懦弱的傀儡 那自己岂不是就可以利用 先知先觉的优势 提供线索了 你确定 加罗娜不怎么相信 这个任务奖励什么 陆里有点急切地问道 能够和前面两个任务 一起排练 就算比前面两个任务差一点 也不至于 紧紧只奖励传奇装备吧 第1943章 吉安娜 你要做这个任务 加罗娜愣了一下 不过转念一想 又释然了 这三个任务 前两个都要求强大的实力 自家徒弟自然没有能力去做 则最后一个任务 大家都没有头绪 而头绪这种东西和实力 真心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我似乎知道一些线索 请问找谁叫任务 陆里问道 去找吉安娜吧 不过 加罗娜顿了顿之后 提醒自家徒弟说道 你最好确认一下 戏耍一个大法师的后果 你承受不起 是的 导师 我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您还没告诉我 任务奖励是什么呢 你不是法师 他承诺的收为弟子就算了 如果你想要技能书 他可以给你一本法师 强化寒冰护盾 如果你选择装备 他可以给你一把传说级的法杖 如果你执意要盗贼的东西 这就需要你亲自和他谈了 面对自己的弟子 这是妥妥的自家人 加罗娜毫不客气地 就把吉安娜的底牌全部展露出来 谢谢导师 我完成任务之后再回来看你 你知道艾格文吗 当然 他是一位大法师 提位司法议会的守护者 前守护者 听说他已经死了 也有人说他隐居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陆离斟酌了一下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唉 可惜你不是法师 你走吧 加罗娜摆摆手 不打算继续谈下去了 陆离心中一万头草尼马呼啸而过 他今天是替某个法师来的吗 毫无疑问 吉安娜的任务也是为法师设置的 不管是选择三个奖励的哪一种 都妥妥的 麻雀变凤凰 70级的传说武器 现在至今应该都没出现 肖默如果拿到了这把武器 妥妥的吊打陆离 然后是关于爱格文的 这显然也应该是一个任务 而且必须是法师才能做 从条件出发 联想一下爱格文现在的年纪和近况 妥妥的应该是在玩家里寻找一个传人 第一个任务很难选择 强化技能书虽然珍贵 可能没有人会选择 毕竟对实力的提升 没那么立竿见影 大部分都会选择传说法杖 但是也应该有一部分人会想着 找个高端大法师做导师 目前的艾泽拉斯 能比吉安娜更加高端的法师 几乎不存在了 拜师之后 装备技能书都不是梦 有了第二个任务之后 第一个任务就不难选了 完全可以选择爱格文作为导师 然后从吉安娜那里 拿走法杖或者强化技能书 至于吉安娜和爱格文的实力 谁强谁弱 其实不难判断 爱格文是吉安娜的半个导师 拜了爱格文做导师 吉安娜就是你师姐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有一些古老的魔法知识 一边做他的行政顾问 就这样安享他最后的晚年 假如路离是个法师 他一定会毫不客气地 拜师爱格文 可惜 路离现在只能去 塞拉摩找吉安娜了 吉安娜当然是人类 人类似乎在法师这个职业上 拥有得天独厚的天赋 那些动辄活个上万年的 其他种族怪物 也未见得就强大多少 我奉面来 看了这个之后 我想吉安娜女士会接见我的 路离递过去的是一把匕首 污染者碎片 被邀请加入刺客联盟后 刺客联盟会给你一个 代表你身份的代号 和一个小玩意 一般来说是耳环 戒指之类 也有可能是匕首什么的 这些小玩意上 可能会有一些符号或者图案 这些暗号 只有刺客联盟 或者他们的顾客才能看懂 路离很快就被请了进去 然后他就看到了吉安娜 她是带领普罗的摩尔的女儿 她的父亲 则是库尔提拉斯海兵王国的 最高统治者 也是第二次战争期间的 联盟海军上将 吉安娜从小在魔法学习上 就天赋异禀 她在肯瑞托的领袖 安东尼达斯门下求学 而肯瑞托是一个 在魔法之都 达拉燃生活级工作的 法师议会 在吉安娜成年早期 她致力于阻止将 引发第三次战争的 天灾瘟疫传播 同时也看着她的挚友 极浪漫情人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王子 一步步走向黑暗深渊 当战况加剧后 吉安娜获得了新部落 大酋长萨尔的信任 成为团结艾泽拉斯各族 携手对抗燃烧军团的 关键人物 陆离算不出她有多少岁 但是眼前的吉安娜 年纪其实也不算太小了 但是从外表看 依旧是一个18岁的金发美女 尊敬的女士 大法师阁下 我带来了导师的问候 陆离虽然没那么欣赏 吉安娜的行事风格 但是对强者最起码的 尊重姿态 她必须摆出来才行 吉安娜管理着塞拉摩岛 也算是一方领袖 我知道你 加罗娜和我提起过 她过得还好吗 我也不知道 用她的话来说 她正在静静地等待死亡降临 死亡不会降临到她的身上 她身上有着死亡 无法逾越的魔法力量 还是谈谈你的 来一把 吉安娜事宜陆离坐下 然后有用人捧上了水果和花茶 如果是拜访一位勇士的话 花茶可能会换成烈酒 是关于瓦里安王子的 我听说您在调查这件事 而我在不久之前 也曾经去过暴风城的王宫 在那里 我和一位老伙计阻止了一场 针对国王的刺杀任务 陆离说 略有耳闻 原来那个强大的冒险者 就是你 加罗娜的弟子 强大 算不上 我们继续谈瓦里安国王 我发现他有点不对劲 于是就开始着手调查 忙活了一段时间 现在终于有了一些头绪 不知道您 这边遇到了什么情况呢 事情其实很复杂 回想起来的话 大概在几个月前 我识破了一桩阴谋 有一些恶魔信徒 试图挑起部落 和赛拉摩之间仇恨 于是 我积极地联系了瓦里安 为他与萨尔牵线搭桥 试图在联盟与部落间 达成长久的和平 我能理解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陆离说 他不太看得惯这种 强制拉郎配的行为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 如果没有部落和联盟的合作 埃泽拉斯早就被灭掉了 第1944章 利利安的拥抱 由于叛徒的通风报信 再加上牛头人之中的叛族 恐怖图腾士族的动手之下 乘坐船只来到赛拉摩的瓦里安 再前往部落领地的中途 被掳走 吉安娜疲惫地说道 但是他还在暴风城之中 现在 陆离说道 这些反派也是麻烦 真要是想制造混乱 直接把瓦里安宰掉 不就可以了 他那儿子安杜因 年纪还小 暴风城的权力中心 够他忙活的 没错 我们把他救了出来 然后送回了暴风城 吉安娜说道 你们也发现到他不对劲了是吧 这非常的明显 曾经英明神武的瓦里安国王 被宁臣们耍得团团转 缺乏判断力 意志脆弱 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陆离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我一开始怀疑 他是什么人假扮的 后来排除了这个嫌疑 那就是 瓦里安 吉安娜将法杖重重地 在地上炖了一下 盗贼先生 我发布任务 是寻求能人意识 想让人查清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请放心吧 我带来了您要的消息 那么 我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呢 陆离问 如果你问过你的导师 那么你应该知道 奖励是什么 吉安娜说道 如您所见 我是一个盗贼 您的那些奖励 对我无用 我相信我的消息 非常有价值 陆离一个盗贼 没必要过于刷这个 NPC美女的好感 所以说起话来也不客气 我还算有一些收藏 如果你能够解决我的 麻烦 那么 这件披风就是你的了 吉安娜直接递过来 一件披风样的东西 莉莉安的拥抱 传说 护甲350 全属性加200 移动速度加30% 凹槽3 特效2 暗影刺刀 顺发 对8码内所有敌人 造成1200点暗影伤害 冷却30秒 特效2 死亡之握 2秒独条 吸收黑暗能量 并将30码内的目标 拉到装备者所在的位置 冷却3分钟 特效3 莉莉安的拥抱 瞬间出现在目标的身后 割喉技能触发 百分百暴击伤害 冷却时间2小时 装备需求等级70 耐久640 640 最下方一行小字 生如下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陆离 瞬间就高潮了 完全是贫穷限制了 他的想象力 至尊五戒 传说 乘6 全属性加160 暴击加37 吸血加42 伤害加12% 特效1 丛林之王的庇护 顺发 召唤一个自然护盾 为施术者吸收一次全额伤害 冷却时间3小时 特效2 丛林之王的祝福 隐匿效果加35% 特效3 丛林之王塞纳流斯 赋予他特殊的能力 你可以学习 德鲁伊的两个变形技能 并且 学习该变形分支 最多两个技能 特效4 恶魔猎手 赋予你变身恶魔的能力 越向空中 坠落时造成爆发 对巴马内 所有敌人造成混乱伤害 并使其昏迷3秒 落地时 会化身为恶魔形态 可以使用本职业所有技能 防御增加70% 攻击增加10% 持续30秒 冷却8小时 装备需求 5 耐久 5 两件装备进行一下 对比 即便是强化6次之后 至尊戒指 似乎也没有100%的获得完胜 这披风 直接加了200点全属性 比至尊武戒多了40点 强化之后 还可以更多 移动速度加30%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不碰上那种 特意对了移动速度的人 陆离不管打得过打不过 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他的身影会像风一样的 在赛台上肆虐 特效一群伤 而且是属性伤害 大部分职业 都不会对暗影抗性 特效20拉人的 试想一下吧 在团队比赛的时候 陆离一伸手 把对方的治疗 给拉过来了 一顿胖揍在所难免 直接被秒杀 也不是没可能 特效三不仅仅是 机动性技能 还附带了一个 暴击伤害 莉莉安的拥抱 这里的莉莉安 大概说的是 莉莉安沃斯 据说 他生前是一名 血色十字军的杀手 父亲是血色十字军 高阶纪斯本尼迪塔斯沃斯 死后 被遗忘者复活 但内心拒绝 自己不死族的身份 认为自己外表丑陋 变为被遗忘者后 导致他极度恐慌 但他坚信 他的父亲能够帮助他 莉莉安带着不安的心情 去见他的父亲 然而 他那坚决对抗亡灵的父亲 却与他断绝了父女关系 并下令处死莉莉安 悲痛欲绝的莉莉安 亲手扼扫他的父亲 血色十字军的高阶纪斯 然后决地出逃 最终进入了 通灵学院的阴暗走廊 黑暗院长加丁 不但没有下令 消灭这位入侵者 反而仁慈地指引沃斯 叫他如何拥抱无情的命运 他那曾经指向 学院的怒意和利刃 现在对准了加丁的敌人 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杀手 他的杀人方法 都是如出一辙 那就是割脖子 必要时会释放出暗影之力 把敌人拉到身边 然后释放力量 将一群敌人一击秒杀 这件披风的来历 不言而喻 路里不知道吉安娜 为什么会有这件披风 但是这个任务奖励 他要定了 我可以为您讲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决斗士的故事 或许对寻找 瓦里安时长的原因 有帮助 路里老神在在地说道 某一天一个 失忆症患者 倒在杜龙塔尔海滩上 被一名叫 雷加大帝之怒的萨满抓获 你的意思 这个失忆的人 才是瓦里安 吉安娜皱起了眉头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暴风城 现在的国王是谁 他是怎么逃过 多位大魔法师的反复侦策 呵呵 我可没有这么说 听我继续说下去 美丽的女士 路里似乎在 故意吊着对方的胃口 自顾自地说下去 她可以在一对一的决斗中 击败萨满角斗士队伍中的 剑胜 并且夺走了她的双剑 凭借她的领导能力 与战斗技巧 兽人萨满 让她领着两个小伙伴 赢得了厄运之锤 竞技场的桂冠 请继续说下去 吉安娜低锤着眉眼 不知道在想什么 自此 她用 诺格神幽灵之狼 的称号 名震天下 但她仍然不能记起 自己是谁 不过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她应该一直都在 追查自己的身份 在她的两个小伙伴的帮助下 我记得他们 一个叫布罗尔熊皮 一个叫瓦雷拉桑古纳尔 我需要确认一下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真的 吉安娜说道 我认为我的情报非常详尽 我没有理由和歹量欺骗您 尊敬的大法师阁下 即便是我的导师 也不会 陆离如此说道 那么 你有什么建议呢 吉安娜问 静观其变就好 事实的真相 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这件装备 我先拿去用怎么样 陆离爱不释手地 抹扎着 放在腿上的这件披风 你带走吧 剩下的报酬 会在我确认了之后 和你结算 吉安娜很好说话 她其实已经相信了 陆离的情报 只是有些事情 还想不明白 第1945章 秀存在 陆离要求吉安娜 静观其变 并不是什么剧情的需求 而是她自身 想要去影响剧情 去刷瓦雷拉桑古纳尔面前的存在感 那可是曙光游戏背景中的 又一位知名盗贼 西方人 讲究门第 见面之后 先说自己是谁谁的儿子 而大多传奇故事的主角们 就算不是有一个好爹 也会和 某些著名人物有点关系 就像安杜因洛萨 之所以能够统领人类联盟 是因为他是索拉丁的后裔 但是 盗贼往往不在此恋 刺客们要做出传奇的成就的 前提是 不能太过显眼 更有甚者 如要离斑的刺客 甚至要通过自残的手段 来让自己显得不起眼 才能出其不意 完成他们的任务 所以 盗贼又叫前行者 行走在黑暗之中 一击必杀不为人知 或许又更多更强大的盗贼存在 他们或许 比瓦雷拉桑古纳尔 甚至加罗纳 都更加强大 然而正因为不为人知 陆里根本就找不到他们 自然也就无从攻略 而瓦雷拉桑古纳尔 和加罗纳是例外 加罗纳因为刺杀前任国王 而名扬天下 瓦雷拉桑古纳尔 则因为是现任过往的小伙伴 而被淫忧诗人各种宣扬 在考据党的小本门上 桑古纳尔家族 其实是血精灵的贵族 风暴要塞里凯尔萨斯战斗中 他的顾问中 有一个叫桑古纳尔男爵的 称号是先穴之锤 男爵在西方爵位中 不算是高的 通常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 他是一个战士 而且称号与众不同 不想过多脑补一个无关的人的故事 他可能是出身中产 然后因为作战勇猛而着生 也可能是世袭自家族 但是不管怎么样 男爵显然不能保证自己的族人 也成为贵族 所以瓦雷拉家庭应该不是贵族 但是却出身可谓高贵 与贵族是近亲 好了 主角光环来了 通常那些出身高贵 却不是贵族 而碰巧又有血海深仇的人 往往会经历各种奇遇成长为故事的主角 瓦雷拉好像就非常符合这一点 身负血海深仇的少女 容貌娇好 如花似玉 生活困顿却磨练出了一身过硬的本领 非常符合成为故事的女主角 尤其 男主角还是一个年轻的失去记忆的国王 那么陆黎打算去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男二 男二是绝对不可能的 会死得非常惨 能够成功接盘的 男二几乎是不存在的 而且面对这么一个肤白貌美的血精灵妹子 哪怕是NPC 陆黎也必须保证 自己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忠诚 所以 他喊来了自己的正牌未婚妻审慢学小妞 这样切入剧情的话 他不会因为英俊多精 而给正牌男主带来危机感 也不会因为接近一个美女 而让未婚妻多疑 活着 不容易啊 水精灵一听说有任务做 而且极有可能牵扯到传说装备 结束了 比赛之后 立刻就赶过来了 至于比赛 那自然是赢得很漂亮 陆黎简单地解说了一下 这次任务的前后始末 拿来 啥 莉莉安的拥抱啊 一个女孩子用过的东西 你也好意思 拿去用 我先替你保管着 陆黎差点就哭了 这媳妇似乎变了呀 俺媳妇以前不是这样的 她还把自己的装备 托给俺穿戴呢 不是说好了 拿的是吃软饭的剧本吗 为什么是气管炎的剧本 心里说着 不要 手上已经乖乖地奉上了 心得到 还没五热乎的传说装备 媳妇 这可是传说啊 水精灵一脸 幸福地从未婚夫手里 拿过装备 穿在身上 还特意转了一个圈 曼妙的身姿 迷花了陆黑子的眼睛 让她对奉献出传说装备 再也没有任何遗憾 女土豪以前 想要弄一件 当前版本最顶尖的装备 最起码也得花个 即使上百万 现在 她啥也没付出 只是勾勾手指 这装备立刻就到手了 从商人的角度看 找陆黎当老公 真是一本万利 虽然陆黎黑了点 丑了点 穷了点 怎么办 越来越爱她了呢 媳妇你 穿上这个真好看 再也没有比你更漂亮的人了 陆狗腿子谄媚地说道 如果被蔚蓝海风等人看到 一定会狠狠地吐槽死她 水精灵非常满意 示意陆黎带路 一起去做任务 任务的切入点未知 除了知道这三个人 还没到暴风城 陆黎连他们 有没有从决斗场出发 都不知道 不过这一点难不倒他们两个 指令 发出 无数人在四处 搜寻这三个人的踪迹 最终在米奈西尔港 发现了疑似这三个人的 NPC冒险者 前后用时不超过15分钟 这就是几家俱乐部 庞大人口基数的优胜之处 不过他们对为什么 找这三个人一无所知 有些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在找什么东西 米奈西尔是 前洛丹伦王朝普系的姓氏 原本是一个充满 威严与光荣的姓氏 可是 由于王子阿尔萨斯的叛乱 和洛丹伦的毁灭 这个姓氏 已经黯淡了许多 但是 人们仍然在深刻地纪念着 他 这处湿地的重要联盟港口 就以此命名 陆黎和水精灵赶到的时候 已经追踪了这三位 决斗士的迪菲亚暴徒 也终于开始出手 漫山遍野的 都是这种暴徒 即便是酒精战斗的三人 也脸色 微变 如果实在今天情况恶化 你们两个先走 我来为你们断后 以后 有机会回来 替我报仇 布鲁尔熊皮大吼一声 变成了一个半人高的巨熊 我是不会丢下兄弟 独自逃走的 瓦里安何等的人格魅力 他要是先跑他 就不是莱恩的儿子了 瓦雷拉什么都没说 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 越来越近 暴徒们怒吼着冲了上来 被巨熊一巴掌 扇倒了一片 最中心位置的那几个暴徒 早就已经骨肉分离 如果不是他们身上穿着假皱 很可能直接就拍个四分五练 这就好像是洪水的小缺口 瞬间就被填补上了 要不要叫原兵 水精灵 看着这种规模的迪菲亚暴徒 也觉得头皮发麻 这些暴徒都只有五十多集 六十不到 但是个个都是精英 甚至准boss木板 不叫 不然咱们的支援 就显得不珍贵了 陆离摇摇头 他和水精灵身上 都穿了最好的装备 而且还大多附带了 闪避和吸血属性 为的就是 方便持续作战 到了他们这个地位 背包里 常备至少两三套装备 第1946章 切入剧情 虽千万人无网以 漫山遍野的迪菲亚暴徒 任何人都会退避三社 埃德温范克里夫 作为迪菲亚兄弟会领袖 曾经是暴风城石将工会的成员 因为暴风城官方严重拖欠工资 率领重民工发动武装起义 队伍一度相当壮大 后来 范克里夫被杀 这些暴徒就开始向四周流散 瓦里安乌瑞恩的失踪 迪菲亚兄弟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受黑龙公主的暗中安排和谋划 瓦里安在离开暴风城 不久就遭到了迪菲亚兄弟会的绑架 兄弟会将国王劫持到米奈西尔党 又沉船到了沉溺沼泽 将国王秘密囚禁于奥卡兹岛上 整个过程中 无论是暴风城内部 米奈西尔港口和赛拉摩的守军 都有迪菲亚盗贼的渗透 在奥卡兹岛上 迪菲亚的术士们用禁忌的巫术 将瓦里安的灵魂和身躯一分为二 一半是高雅 软弱 善良的代表 另一半则是勇猛 刚强 强硬的化身 奥尼克西亚派自己的龙人卫兵 杀死了岛上的术士们灭口 并打算杀死叫强硬的那一半国王 而自己扶植 另一个作为傀儡皇帝 最后叫强硬的一半国王 跳入深海 就此失踪 黑龙公主 现在已经扶珠 其实是她的头影 她毫无疑问的 还会在今后出现 但是她的阴谋 还在持续地发酵 除了黑龙公主 还有其他人 不希望瓦里安强势的一面 回到暴风城 迪菲亚兄弟会 其实就是这些人手里的一把刀 他们除了讨薪 能有个毛的政治诉求 一群可怜人 可惜陆离根本没资格可怜人家 一旦手下留情 别说他们 就算是瓦里安几个 也得认栽 大家必须全力出手 才行 陆离和水精灵 快速地向瓦里安移动 自己人啊 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陆离阁挡开 血精灵盗贼的匕首 瓦里拉桑古纳尔 在陆离的背后显出身形 当然 现在是所谓的剧情模式 这些人的实力 都还没强到离谱的地步 瓦里拉桑古纳尔 可是非常顶级的盗贼 巅峰状态的他一刀 就能把陆离给秒了 你怎么证明啊 瓦里拉桑古纳尔很警惕 你们也没啥好图谋的呀 我如果真是 你们的敌人 安全 可以帮助这些迪菲亚暴徒 解决掉你们 陆离小知以理 他老婆在身边 动之以情就算了 你们认识这些人 瓦里安很敏锐地 发现了这个问题 搞了半天 你都不知道是谁害了你 陆离一边战斗 一边把迪菲亚兄弟会的情况 说了一下 这其实就是一群 被贵族逼迫的可怜人 只是可怜人发起疯来 逐渐就演变成了 对其他可怜人 施加伤害的暴徒 你有什么办法 解决这些人吗 瓦里安问 没有 拼死一战吧 陆离直接就陷入了沉默 他确实知道更多的事情 但是他不能说 如果他把吉安娜领来 然后把真相一股脑地说出来 估计即使有奖励 也没多少 像现在这样 他和他媳妇奋力杀敌 动不动就被砍一刀 看着就觉得热血和感动 明明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看到这么多人欺负他们仨 就毫不犹豫地过来帮忙 瓦里拉桑古纳尔和布鲁尔熊皮 很快就把他们俩当成了队友 动不动就过来支援一下 只有代表着 瓦里安强硬一面的暴风城国王 他始终保持着 对陆离和水精灵的戒心 即便是陆离和水精灵 陷入危机的时刻 他也没有伸出援手 毕竟没有boss 有治疗药水的陆离和水精灵 几乎是不死的 这样才使得他们能够坚持下来 其他三个NPC 已经伤痕累累 疲倦也袭上了他们的心头 那么 在没有自己和水精灵的干涉下 这三个家伙 究竟是怎么击退强敌的呢 即便是众生者 陆离对此种细节也一无所知 就在狄菲亚暴徒的老巢不远处 一对对的骑兵静默地停在那里 他们是裁决之剑 让人闻风丧胆的守夜人骑兵团 总数量已经超过了800人 全都是70级一身传奇的精锐 裁决之剑在装备方面的开销 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这块刀刃上 野外 PK 几乎很少有人能够抵抗得了他们的冲击 他们现在的任务很简单 一旦接到命令 他们就直接冲击狄菲亚暴徒的老巢 焚烧他们的粮草 牲畜 不出意外的话 还有他们的老人孩子 逼迫狄菲亚暴徒们回原 陆离如果早一点下命令的话 战斗估计已经结束了 但是他除非迫不得已 否则一定不会这么做 一来容易让自己的突然出现更加阴影重重 二来也显现不出来 他们两个支援的珍贵 他还在等一个变数 一个能够让脚斗场三人组扭转局面的变数 等了很久 就在陆离快要忍不住呼叫守夜人骑兵团动手的时候 一群矮人切入了战场 他们个头矮小 但是论起锤子砸膝盖的锤子力道十足 为首的一个全副武装的高大矮人 他的锤子上有八个刀刃 在他的巨大力量挥舞之下 狄菲亚暴徒们碰上就变成了碎肉 他简直就是一个人形的绞肉鸡 他的脸全部藏在一个戴着尖角的头盔面罩下面 安威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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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随他的矮人们高声喊着这个词 似乎有什么力量在鼓舞着他们战斗一样 塞尔格斯安威玛尔 高山之王的后裔 陆离感叹着说道 他终于明白 瓦里安为什么能够安全地进入铁卢堡 这群矮人应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山之王莫迪姆斯安威玛尔 这是一个在矮人中世代传送的名字 铜虚 蛮锤 黑铁 无论是哪个部族 没有一个矮人不对这个名字充满敬意 他的去世导致了铜虚 蛮锤 黑铁三大部族舰的分裂 以及历史上有名的三锤之战 塞尔格斯安威玛尔是莫迪姆斯的后裔 假如矮人一族实行是席制的话 他应该就是今天的矮人之王 狄菲亚暴徒的阵型很快被击垮 他们潮水般的涌来 又潮水般的后撤 第1947章 大桥保卫战 多谢 这些矮人兄弟们 也谢谢你们 两位冒险者 瓦里安 或者说是戈洛什 终于信任了一直和他们并肩作战的 陆离和水精灵 他代表着瓦里安刚强的一面 既然信任了陆离和水精灵 就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按照决斗式的战斗习惯 不知是敌事有的时候 绝对不把后背对着别人 而此时 他们把陆离和水精灵保护在了后面 戈洛什独自一人 走到了矮人们的面前 矮人们牵着战扬 随时都有可能骑上坐骑 再战 瓦里安 你搞什么鬼 为首的那个矮人萨尔格斯安威马尔 拿掉了头盔 非常不客气地说道 矮人都是非常高傲的生物 更何况是高山之王的后裔 即便是见到了人类国王 也没有败倒在地的 可能 你 认识我 戈洛什此时并没有恢复记忆 但是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普通角斗士 这些迪菲亚暴徒 就不会阻止自己去 暴风城寻找真相 如果这个矮人所言未真 那么他的身份 很可能就牵扯进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当中 即便是一直以奴隶的身份战斗 他都知道暴风城的 国王一直都在暴风城 瓦里安 莱恩之子 我很费解 塞尔格斯安威马尔 轻蔑地扫了一眼其他几个人 你就带着这么几个弱小的随从 是觉得天下太平了吗 暗夜精灵德鲁伊 憨厚一笑 血精灵盗贼 冷笑不语 陆里无所谓的撇撇嘴 水精灵盯着塞尔格斯安威马尔的脖子 似乎想给他来一下 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庇护 想办法送我去暴风城 哥洛什说道 如果他真的是暴风城国王 那么现在暴风城里的那个是谁 这其中有什么阴谋 他代表着瓦里安果断刚强的一面 从来都不会因为有阴谋 而畏缩不前 你来错了时候 人类 现在我们另有任务在身 你们最好找个地方躲起来 塞尔格斯安威马尔将头盔套上 问声问气地说道 他的话里或多或少都带着轻蔑和厌恶 让人心生不快 不过 让这些人赶紧离开 出发点总是好的 在自尊心过头的人都不会拔刀相向 如果有战斗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 你还没有进行自我介绍 哥洛什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伤口 挥舞着双手大剑 表示自己依旧有强悍的战斗力 塞尔格斯 塞尔格斯安威马尔 你到底是谁 这不重要 不过 你可以叫我哥洛什 让我们一起战斗吧 我们的敌人是谁 哥洛什问道 一群败类 你估计一定听说过丹莫德的存在 塞尔格斯安威马尔厌恶地说道 我知道 丹莫德位于连接洛丹伦大陆 与卡兹莫丹大陆的 萨多尔大桥的南方湿地 恶手伤爱 我们族人曾经到这里旅行 他们热情地 咱们这里的重建工作 现在这里又燃起战火了吗 德鲁伊布罗尔熊皮好奇地问道 有人试图炸掉萨多尔大桥 丹莫德的那些胆小鬼们 已经逃跑完了 现在城镇已经被邪恶的黑铁矮人攻陷 所以 你要夺回城镇 对吗 哥洛什问道 是的 我的使命 就是防守萨多尔大桥 不管来多少人 都要问问我的锤子 塞尔格斯安威马尔 杀气腾腾地说道 其实我也在调查这件事 我们受命于一个组织 路里开始插话了 他用这个借口完美地解释了自己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哦 你 调查到了什么 哥洛什很感兴趣 萨多尔大桥是 连接湿地和阿拉西高地的 唯一路上道路 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这次这群黑铁矮人 再度攻打此地是 绝对有原因的 路里说道 这简直就是废话 塞尔格斯安威马尔旁边的一个 矮人插嘴说道 哈吉马 闭嘴 听他继续说下去 塞尔格斯安威马尔训斥道 他的威望很高 此话一出 那个叫做哈吉马的矮人 立刻就不吭声了 我们发现 他们和目光之锤有关系 路里道 目光之锤 塞尔格斯安威马尔顿时 就是一阵 我和所有人一样以为 他们只是没安什么 好心的黑铁矮人 没想到这些疯子 是这儿巴金的邪教徒 我们需要对付的是三个人 塔拉莫斯禁须 傀儡统帅阿格曼奇 审讯官格斯塔恩 路里手上 早就掌握着这方面的情报 有很多人攻他驱使 其他两个我知道 格斯塔恩是什么来历 萨尔格斯安威马尔 杀气腾腾地问道 他是目光之锤的一员 专门负责刑讯 我本来打算刺杀他 但是他的实力高深莫测 又处于黑铁矮人战士的 重重保护之下 一直没有能够得手 路里如此说道 好 你是可以信任的 如果你们不怕死的话 我想邀请你们 和我们一起参加 萨多尔大桥保卫战 萨尔格斯安威马尔 终于完全信任了 路里和水精灵 还有这个不知道什么来历 长得有点像瓦里安的家伙 没办法 他们的实力有限 对付黑铁矮人都很吃力 更何况还有目光之锤 在幕后出没 由于萨尔格斯安威马尔 对权力斗争兴趣不大 因此也没办法得到 铁卢宝的权力支持 能够多一份力量 就多一份力量 路里和水精灵 接到了大型任务 萨多尔大桥保卫战 不出意外的话 任务的奖励 绝对不会差到那里去 他们从矮人那里得到了补给 开赴萨多尔大桥 那里的守军 正在和黑铁矮人们发生着争斗 比起迪菲亚 暴徒这种靠数量来取胜的炮灰 被目光之锤叫派洗脑的黑铁矮人 无疑要更加危险 更何况还有三个野外BOSS带队 路里依旧没有调动自己的力量 守夜人骑士团 目前正在攻打迪菲亚暴徒的老巢 逼得迪菲亚暴徒们 纷纷潜入失地逃命 打下一个NPC势力 收获自然也非常丰富 各种劫力而来的财物 完全可以充当战力品 第1948章 刺客乘三 战斗吧 我的族人 高山之王的子孙 萨尔格斯 必将带领你们获得胜利 矮人首领大声地呼喊着 其实 如果矮人实行世袭制 让这个萨尔格斯安威马尔 做新的矮人之王 说不定三垂矮人会更加辉煌 内斗耗尽了矮人一族的元气 萨尔格斯在这群矮人之中的威望 无与伦比 在他的鼓舞之下 矮人们骑着赞扬 无所畏惧地冲向了那些堕落的童族 这个种族的起源 既不像巨魔和精灵那样 是原著名 也不像兽人和德莱尼那样 是外星移民 矮人是由万能的 泰坦在这个世界 还处于摇篮阶段时 利用石头所创造的 这个种族 似乎永远都像石头一样的坚韧 不管是这些被领袖鼓舞奋战的好人 还是那些被目光 教徒蛊惑的坏蛋 他们像是石头一样地碰撞在一起 一个个的生命 在这种碰撞中 陨离 独自面对三个黑铁矮人的攻击 他们那只巨大的锤子 想要把陆离砸成肉泥 面对这样的敌人 陆离非常希望 自己是个法爷 就算矮人魔法抗性高 但是法爷的输出 再怎么被抵抗 也比盗贼拿个小刀子 去捅要干净利索 行 过来 咱们一起 水精灵的情况 也不比他好到哪里去 所以他把水精灵喊过来 打算两个人互相照应 这种任务 死了 就相当于任务失败 所以他们必须保全自己的生命 而且还不能被自己这边的 NPC发现在滑水 两个人配合着 攻击 压力果然要小很多 三个黑铁矮人 两个被控制 一个被围攻 三下五除二 就被干掉 然后再轮到新的目标 你们两个 别在这里和这些废物浪费时间了 陆离和水精灵 他们这边正打着呢 突然听到瓦雷拉桑谷那儿 叫他们 有什么建议 陆离问 和我一起去配合哥洛神 杀死对方的指挥官 就是那个阿格曼奇 不怕死的话 就一起来吧 瓦雷拉桑谷那儿 如此说道 水精灵立刻就跟上去了 唉 姐姐 人家在激将 你怎么就这么容易上当呢 自己媳妇都去了 他自然 不可能落后 当下 也跟在了后面 三个盗贼 全都进入前行 在混战之中 往前冲 很快就接近了哥洛神 哥洛神在德鲁伊大雄的配合下 已经杀进了对方的 指挥官 阿格曼奇 是黑石深渊 傀儡统帅 传闻他怀着 对长生不死的追求 按自己的样貌 造出了魔法替身 有传闻说 他甚至使用了 某种形式的黑暗魔法 当这位傀儡统帅的 血肉之躯 遭到毁坏时 他的新造物 便能成为 他灵魂的容器 而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位 显然正是他的血肉之躯 就是不知道被杀死了 之后 他还有没有机会 把灵魂注入那个容器 从而获得重生 哥洛神 终于和阿格曼奇交手 他原本应该能够占据上风 只是由于周围 黑铁矮人的援助 阿格曼奇才勉强支撑下局面 只需要等待 更多的黑铁矮人过来支援 阿格曼奇觉得 他就可以杀死 这个该死的人类 三个盗贼 各就各位 等待着机会 盗贼职业 类似于其他游戏的刺客 他们擅长潜伏和刺杀 并不是单纯的靠偷东西 来体现职业特色 就是现在 自己判断时机和攻击方位 瓦雷拉桑古纳尔先手 攻击 他的目标是阿格曼奇的眼睛 另一只胳膊的夜下 感受到新的攻击来临 阿格曼奇试图用胳膊夹匕首 不管是他主动去做 还是下意识地去驾 路里都算是完成了 他的战斗任务 水精灵攻击的是 阿格曼奇的太阳穴 但是他的目的 其实更像是一种干扰 真正致命的 不是他们 是戈洛什 在三的盗贼 创作出来的局面下 戈洛什的大剑 从左到右 狠狠地劈在了 阿格曼奇的 搏梗上 一击必杀 只有NPC对 NPC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路里和水精灵 不管怎么攻击 其实都是按照 BOSS血量来判断伤害 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 充当绿叶 为戈洛什和瓦雷拉 创造机会 可怜的傀儡统帅 阿格曼奇 他根本没有等到救援 就这么被三个刺客 和一个狂战士给KO了 三个BOSS干掉了一个 四个人 开始面对黑铁矮人们的 疯狂反扑 毕竟阿格曼奇是他们的领班 这么轻而易举的领和范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侮辱 这里有我 你们去其他地方 哥洛神气势如虹 他一剑 将一个黑铁矮人 从头到脚 劈成了两半 然后穿过喷泉般 泼洒的鲜血 上前一步 懒腰斩断后面的 三个黑铁矮人 一时之间 黑铁矮人被 他杀得连连后退 布洛尔熊皮 不仅能变熊 还能变成一颗小树苗 给哥洛神加血 三个刺客 完全没有了用武之地 跟我来 瓦雷拉桑古那儿 Boss抱有想法 对基层指挥官 也绝不放过 那些看起来 有点身份的矮人 基本上都是被 撒刺客一轮秒杀 陆离和水精灵的收获 出了大量的声望 也有非常让人 惊喜的装备收获 刚才傀儡统帅 阿格曼奇 就掉了一件 七十级的传奇装备 模具 在黑石深渊的时候 掉六十级装备 出了副本 立刻掉七十级东西 多么的善解人意 都退下 一声幕后 吸引了三个刺客的注意 闻声赶过去 就发现高山之王的子孙 在喝退他的战士 并不是他占据了上风 想要单挑 而是审讯官格斯塔恩 手法诡异 已经连续杀死了 好些个萨尔格斯的战士 萨尔格斯非常不忍 他决定冲上去 解决这个女人 审讯官格斯塔恩 是法系 但是他并不畏惧为公 他的手里拿着的是奴役之球 这玩意 到玩家手里 就是一件装备 在格斯塔恩的 手里就成了一件 可以控制对手的强力道具 而且 他还会使用群体恐惧术 接近他的战士 在这个法术的效果下 就像是眉头的苍蝇 只能四处乱跑 然后被他击杀或者控制 第1949章 战士的亡魂 一个狂战士 和一个术士 他们的结果会如何 事实上 路里并不想知道 他已经暗戳戳地摸到了镜前 和他有同样想法的 除了他媳妇 还有 瓦雷拉桑古纳尔 这个血精灵女刺客 玩偷袭被刺绝 对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萨尔加斯安维玛尔 确实是一个强大的战士 他怒吼了一声 直接冲向了审讯官 格斯塔恩 而审讯官 格斯塔恩 神色严肃 既能不要前撕地丢过来 他也紧张啊 萨尔加斯安维玛尔 一看就不好惹 萨尔加斯安维玛尔 想要靠近 审讯官拼命阻拦 一边阻拦 还一边造成伤害 很快就把高山之王的后裔 打得遍体鳞伤 但是这并不致命 狂战士 基本上都是 绝境之中 爆发 审讯官格斯塔恩 知道自己的危机 并没有过去 除非萨尔加斯安维玛尔 停止呼吸 正是这种危机感 让格斯塔恩忽略了背后 三个刺客 一个攻击他的后脑勺 一个攻击他的太阳穴 还有一个攻击他的脖子 这一次 路里负责的是后脑勺 瓦雷拉桑古纳尔 似乎想要抹猴杀死对方 出手端地式 无比狠辣 其实 他们三个刺客 看似突如其来 但是他们的任务 和之前那次没什么区别 都仅仅只是 为了牵制而已 审讯官格斯塔恩的护盾 可不是闹着玩的 法系职业 其实并不惧怕刺客 尤其是NPC法系 真正决定这次突袭结果的 依旧是萨尔加斯安维玛尔 他的大锤 从上而下 猛地劈了 下来 透明的能量罩 终于抵挡不住 彻底消散 三个刺客的武器 几乎同时命中到 这个女术师身上 让他根本来不及 撑起第二个护盾 他太自信了 觉得自己群战无敌 如果他是站在一群 黑铁矮人中间 完全可以傲视 全场地随意释放魔法 不管是狂战士 还是刺客 摸不到他一脚的话 就只能被他吊打 现在 他因为自己的自负 倒下了 那个人想跑 不是路里眼睛有多见 而是他一直都在 关注第三个BOSS 就算不掉装备 给的声望 也是一大笔财富 而且三个BOSS都杀死的话 奖励 应该也丰厚一些 卡拉莫斯尽须 他的身份 可不仅仅是黑铁矮人指挥官 这么简单 他的真正身份 应该是目光之锤信使 普通的目光之锤成员 都是信徒 目光之锤的信徒们坚信 爱泽拉斯必将回归 至上古之神的统治之下 一旦上古之神回归 他们将会对爱泽拉斯 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 届时一切泰坦的 造物都会被毁灭 只有真正的虔诚者 才能够在审判日之后 余生 目光之锤的叫点 也明确注明 所有在伟大事业中 牺牲的虔诚者 也将在新世界中重生 他们将被上古之神 重新塑造 获得超越血肉 超越形态 超越生死 超越凡人之躯的真正力量 真正的虔诚者 最低标准就是信使 信使能够直接向上古之神 表达虔诚 寻求上古之神的宽恕 是每一个目光之锤成员 狂热的追求 在某种条件下 信使可以获得上古之神的赐福 通过教团秘传的黑暗仪式 剥离自己的血肉 用纯粹的元素填充自己的灵魂 将自己转化 成为一种诡异的元素生物 元素生腾者 获得超越形态 超越血肉的力量 最终在被目光笼罩的新世界中 沐浴上古之神的仁慈 当然 卡拉莫斯靖虚 还没有获得这种殊荣 他甚至比不上 能够将自己化作 无面者的山庙僧上校 就是潜入暴风城的那个 不过卡拉莫斯靖虚 从来不觉得 死亡是一种虔诚 在两个助手 都被杀死了之后 他就开始逃跑了 路里怎么可能让他逃跑 他这么一交换 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想要逃跑的卡拉莫斯靖虚 卡拉莫斯靖虚带来的黑铁矮人们 说起前程 当然比不上他 连他都想跑 其他人更加想跑 于是大量的 黑铁矮人就开始逃跑 一将无能 累死三军 路里嘲讽地扯扯嘴角 现在单就战斗人员来说 黑铁矮人 依旧占据绝对的优势 萨尔加斯安维马尔 带来的矮人 数量并不多 指挥官这么一带头逃跑 造成的连锁反应 就是萨尔加斯安维马尔 带着矮人们 追着他们的黑铁同族们 一路追杀 以少数兵力追杀数量 远远超过他们的溃兵 拦住那个混账 萨尔加斯安维马尔 一锤子砸飞 好几个碍事的黑铁矮人 指着夺路而逃的卡拉莫斯吼道 他的副官哈吉玛 从大桥的围栏上一跃而上 终于将卡拉莫斯 从坐骑上给拖了下来 两个矮人顿时扭打成一团 眼看着逃脱无望 卡拉莫斯也发了狠 将哈吉玛死死地压在了下风 啊 哈吉玛一声惨叫 放手 卡拉莫斯急了 哈吉玛死死地抱住卡拉莫斯 就是不愿意放手 而卡拉莫斯 则用一把抹了毒药的匕首 在哈吉玛的胸腹间 不断刺入拔出刺入拔出 这边的人奋力地冲过去 一群人围着卡拉莫斯痛殴 卡拉莫斯一开始 还能惨叫两声 后面声音渐渐微弱 最后只剩下骨头碎裂的声音 还有骨肉混在一起的啪啪声 很快变成了一滩烂泥 哈吉玛躺在地方 浑身都是血窟窿 他还没死 但是也差不多了 陆离拿了药剂 崩蛋 其他人也为他敷上草药 然而不管是 多么昂贵的草药和药剂 都无法阻止这个矮人的生命流逝 萨尔加斯安威玛尔 抱着他的兄弟 似乎在无声地哭泣 戈洛什接替了他的指挥拳 带着矮人们 清扫和追击那些黑铁矮人 杀死之后 就把尸体直接丢到了 大桥下面的滚滚激流之中 经历了多次的争夺战斗 这里的鱼虾肥美 便是战士的亡魂 我要回铁卢堡 你们要一起吗 我们的王会 奖励你们所做的一切 满足你们的一切要求 萨尔加斯安威玛尔提出了邀请 他打算把哈吉玛 安葬在铁卢堡外 白哀哀的雪山之下 他们各自都负了伤 战斗力有所下降 如果再碰上迪菲亚暴徒 就未必能够全身而退了 他们并不知道 迪菲亚暴徒们 正在被正义的守夜人骑兵团追杀 陆离和水精灵 自然更加不会反对 萨多尔大桥保卫战的任务奖励 还没领呢 萨尔加斯安威玛尔 看起来很穷的样子 估计也没啥可以奖励的 去铁卢堡 更容易拿到好东西 而且 他们的初衷 是参与到国王回归的剧情当中 一行人抬着伤员 石铁 走在湿地的泥泞之中 开始向着铁卢堡的方向跋涉 一直走了大半天 也没走多远 幸好萨尔加斯安威玛尔提出 安营扎寨了 陆离和水精灵 才得以下线 不然的话 他们真心没有这么多游戏时间 继续跟随下去 这个任务 显然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就完成 至少时间上要有好几天才行 陆离和水精灵 还真的 就跟随者大部队一直走了下去 只要安营扎寨 就下线休息 轮流隔一段时间就上线看看 有没有准备出发 到了铁卢堡之后 队伍得到了热烈的欢迎 当然 欢迎的目标并不是陆离 也不是格洛什 而是凯旋而归的矮人战士们 铁卢堡之王麦格尼童虚 亲自出营 麦格尼童虚是马多兰童虚的长子 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铁匠 他的锻造艺术 在整个爱泽拉斯大陆 无人能及 起先 麦格尼对于成为国王毫无兴趣 他曾以战士的身份 参加过第二次战争 但命运十分讽刺 地令他在父亲死后 继承了铁卢堡的王位 从此成为第三任矮人王 多年来麦格尼始终毫无怨言地 履行他的责任 率领矮人族子民 保卫着卡兹莫丹和联盟的安宁 不过 他并不是一位称职的父亲 由于麦格尼对待独生女莫埃拉 态度极度不佳 导致莫埃拉离家出走 并与黑铁矮人皇帝达格兰索瑞森结婚 麦格尼为此伤心不已 并极度后悔 虽然同虚国王召集联盟的勇士 突袭黑石深渊 杀死达格兰 试图将莫埃拉带回铁卢堡 但是莫埃拉表示自己 已怀有达格兰的孩子 并拒绝回国 女儿的冷漠态度 令麦格尼变得更加沮丧 之后 麦格尼向暴风城国王 瓦里安乌瑞恩寻求 援助以对抗黑铁矮人 然而瓦里安 一次又一次地散漫拒绝 这让他觉得不对劲 直到他在会客室里 看到了戈洛石 感谢您为萨尔玛大乔所做的一切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尊姓大名吗 麦格尼比起萨尔加斯安威马尔 要谨慎得多 至少他不会第一句话 就问瓦里安 你搞什么鬼 我知道你的困惑 这同样困惑着我 戈洛石说道 听说 我和暴风城国王长得很像 不 不是很像 你就是暴风城国王 瓦里安阁下 麦格尼很确定地说道 那么暴风城的那位是谁 戈洛石也很苦恼 他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恢复 但是他已经非常确信 自己就是瓦里安 究竟是什么 让一个国王变成了决斗士 我想 只要前往暴风城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陆离 提议道 总有一种力量在阻止我 我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达到暴风城 戈洛石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勇士 但他不是莽夫 一旦他死了 一切的真相都将毫无意义 铁卢堡会派人护送你前去 麦格尼说道 这里也就他有这种实力了 萨尔加斯安威马尔 安葬好了伤亡的弟兄之后 再一次被威夷重任 不过麦格尼为他们 提供了更多更精锐的援兵 让这支队伍的实力 得到了补充和增强 陆离也开始召唤自己的骑兵团 为这支护送队伍提供援助 不管是类似迪菲亚暴徒 那样的暴徒 还是抱有侥幸心理的亡命玩家 正常的大型俱乐部 可不敢明目张胆地 去攻击铁卢堡的卫队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例出现 陆离甚至怀疑 这里面还有拉文或德庄园的刺客 出现 这毫不奇怪 刺客联盟并没有统一的指挥 也不会因为担心瓦里安的报复 而拒绝接受刺杀他的任务 然而 在萨尔加斯安威马尔的护送之下 瓦里安终于还是到达了暴风城 这一天 注定要被载入暴风城的史册 两个瓦里安终于狭路相逢 紧接着便大打出手 局势却越发混乱起来 就在两个瓦里安打得不可开交 而其他人又一脸猛逼 不知道该帮谁的时候 一个卫兵趁乱挟持了安杜因王子 他怪笑着 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黑龙 奥尼克西亚 黑龙公主 黑龙公主张开他巨大的翅膀 呼啸着飞走了 爪子上来 抓着可怜的安杜因王子 陆离 拿住了想要冲上去的水精灵 他们的实力 不足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而且两个瓦里安 终究不是办法 不如顺着剧情 大家一起去奥尼克西亚的巢穴 救援王子殿下 两个瓦里安 各自拥有失踪前的 国王一半的性格特征 拉格十性级 直接 好斗 一语不合便要大打出手 而几周前回来的这位瓦里安 则是文雅 稳重 甚至在某种程度 有些怠惰消极的 尽管 两个瓦里安毫无相似之处 但是他们发现 彼此不仅在武艺上难分重搏 并且都把安度因乌瑞恩的安全 视作最为重要的东西 两人竟然携手制定了一个 前往塞拉摩的计划 他们的最终目的地 是奥尼克西亚的巢穴 陆离和水精灵 作为哥洛士的援兵 自然也会一起跟过去 真相隐藏在迷雾之中 但是终将云开雾散 陆离见到吉安娜之后 如此说道 他靠死了一下神棍 这感觉真心不错 不仅仅是吉安娜出现了 前任守护者艾格文 也被请了出来 他是吉安娜的进城 陆离这是第一次看到艾格文 他算得上是艾格文的老残粉了 艾格文一眼就看出 两个瓦里安 没有一个是真的 然而 两个瓦里安又都是真的 这是一个邪恶的仪式 但是仪式被打断了 所以并不完美 艾格文如此评价说道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这两个人都是完整的人格 陆离找不到杀死一个之外 更好的办法 你不是说 终将云开雾散吗 就让命运去抉择吧 加罗娜的弟子 艾格文竟然也是知道陆离的 只是不知道 他承不承认他口中的加罗娜 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他的儿媳妇 他孙子的母亲 事实上 我更早的就认识阁下了 陆离说道 他把自己得到 艾格文之书的过程讲了出来 还讲到把那本书交给了麦迪文 其实 那本书 应该是你自己的机缘 你可以保留着那本书 艾格文愣了一回之后 才如此说道 他确实是我的机缘 他永远也会铭记 那非夜上的际雨 陆离恭恭敬敬地失了一礼 太难了 艾格文惆怅地摇摇头 静悄悄地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之中 瓦里安和哥洛什 这边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进攻计划 就连陆离和水精灵 都被分配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众人迅速启程 抵达了奥尼克西亚的巢穴当中 直面了那条邪恶的 母龙